欢迎收看9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来看到 2024花莲太平洋杯回蓝铁人三项锦标赛 22号在花莲鲤鱼滩国家风景区热闹登场 县长徐振卫到场为选手铭枪开赛 来自国内外超过千名的选手进行游泳 自行车和路跑等挑战体能的赛事 以铁人精神坚信勇敢永远超乎想象 作为对花莲的祝福 开幕式在清晨5点20分在旅游泰游客中心举行 现在徐振卫支持者表示 花莲太平洋杯回蓝铁人三项锦标赛 今年迈入第四个年头了 欢迎来自国内外千名选手共襄胜举 在花莲这个赛场 其实是悠游在自然环境 还有技术文化人文的领域里面 所以请大家无论是在赛前赛后 这个悠闲的穿铃在山林之间 我想是非常非常棒 在今天 今天这一场是113公里 真的很敬佩大家 花莲县政府在这个 我们之前开始这个办铁人三项 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迷人 尤其这几年我们又透过小铁人 跟我们国小国中来合作 也让我们的铁搭档的部分 更完成一项赛事 铁人三项包含游泳单车 以及跑步等三个巨高度挑战的项目 选手需要独立完成游泳1.9公里 自行车90公里 以及半程马拉松21.5公里 总长达113公里 不仅考验选手人体能以及技能 也见证选手人意志力 而今天进行的主要分布为113组 113接力组 56.5接力组 28.25组 以及铁人两项主别 小铁人则是在9月21号下午闻赛 记得终于收藏了